之前呢我也和你们说过 每个星期呢我都会更新一次奥特曼卡片的游戏 那今天呢又准备去玩大风吧 因为看到很多小伙伴都比较想看大风 那今天呢我也是把我藏的四方钱 你看我藏的够深吧 我藏在这个卡砖里面 好像有30块钱吧 我今天呢准备就用这30块钱 再去玩一次奥特曼卡片大风吧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别忘了给我视频点个赞哦 如果老板没赏价的话 这奥特曼卡片大风的游戏 估计还是5块钱一次吧 这个30块钱只能玩6次 那我决定6次不过瘾啊 那我决定今天把这个 之前在小伙伴口买的这个奥特曼的吊坠 拿去和老板底 不知道他们能不能给我多加两次呢 那我们先去了再说吧 走 哎老板好久不见啊 好久不见 那我今天呢又准备来玩你们的奥特曼卡片大风了 还是5块钱一次吗 对啊 老板没涨价还是5块钱一次 那我给你们商量个事呗 这是我之前在小卖铺抽的一个 盖亚的黄金吊坠 那我想的是把这个吊坠给你们 能不能给我多加两次呀 那你看看吧 这应该是纯金的吧 老板同意了呀 估计看我那个也比较好吧 那今天呢我也是带了30块钱 来老板 加上刚刚给你们那个吊坠的话 那一共就是8次了 那咱们现在直接开始吧 先来第一次 希望今天能中到好东西啊 嘿 4 1234 嗯 怎么和之前的有点相似呀 我的天哪 第一次就走到了空格 今天看来运气不行啊 咱们继续第二次吧 嘿 1 回到起点 为什么感觉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呀 我的天哪 这 老板我严重怀疑你这个骰子动了手脚啊 我能申请倒着地处走吗 看你听说来 那可以吧 我怀疑老板这个骰子动过手脚的呀 每次都是空白和回到起点 这他说了可以倒着走了 那我们现在直接倒着走吧 那咱们第三次 那咱们第三次 6 123456 绝版 老板绝版包 今天第一个东西到手了 是一包绝版包 咱们继续吧 现在开始第四次 嘿 3 123 一道数学题 诶老板为什么还有数学题啊 只要答对这道超级难的数学题 就可以获得一盒双级领盒哟 哇塞 那咱们来看看是什么样的数学题吧 研究研究 首先咱们来看看这道题 这上面是 三角形 圆形 正方形 三角形 圆形 正方形 后面是一些省略 然后第36个是什么图形 那这道超级难的数学题 有小伙伴会做的吗 可以在评论区面告诉我哟 那我现在要发费我 250之商 来做这道题了 那咱们现在直接开始吧 他说的是第36个是什么图形 那咱们直接开始画吧 心 圆 正 心 圆 正 继续 咱们直接画36个不就知道了吗 对不对 这还叫很难吗 这个题很难吗 继续 再来 再来 这里有没有36个 我数一下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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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数一下有没有36个 12345678910 114 131415 161718 19 20212223242526272829 30 313233343536 第36个不就是个正方形吗 老板你看一下我这算的对不对 我看一下 没想到你现在用这种方法算对了 哈哈哈 开玩笑我250之双快快把双膝礼盒拿来吧 双膝礼盒到手了 没想到那么轻松 哈哈 还说是最难的数学题了 我觉得一点也不难啊 没想到刚刚才真的四次就迎中了双膝礼盒了 咱们还有四次呢 来继续吧 嘿 2 1 2 一盒传奇 老板老板一盒传奇 咦 这老板怎么那么容易就到手了呀 一盒传奇到手了 不错不错 那咱们把剩下的三次也一起丢了吧 1 2 10元包 老板老板10元包 还有最后两次 咱们继续吧 走了 把双膝礼盒给你也不加不是什么 怎么怎么 啊 说好了把这个吊牌给你们就给我加两次的呀 你们怎么 反悔呀 唉 虽然老板临时反悔把这个吊牌退给我了 我最后两次没玩到哈 但是呢 我今天花了三十块钱做了那么多东西 一包绝绊包 一包十元包 一整盒传奇 还有一盒双十一 也是蛮不错的嘛 也是肯定是赚的啦 那咱们就回家去把这东西全部拆掉吧 走了 你看这一个周去玩一次奥特曼卡片的游戏 比运气就是好呀 今天只花了三十块钱哦 嘿嘿 还是我的四房钱 那咱们直接开拆吧 我先拆这包举把盲袋吧 看一下有没有好货呢 哎 我已经看到了 三包两元 这里面有粘住了一包 咱们直接在这里面拆吧 直接把这个卡给弄出来 看一下这一包SR的 这两包也拆掉吧 看一下SR的 我的天哪 全是SR嘛 这里呢 是一张特曼加欧曼的空中型鱼尔白金卡 接着咱们拆这一包 十元包 今天就中了一包十元包 一张HR的X4嘛 3D卡 然后是一张LGR的游戏小特曼加耶 真的特曼加帅耶 我的天哪 然后呢 今天还中了一盒传奇 把这个传奇也拆掉吧 看一下 咦 这个不是一整盒传奇吗 这里面就两包啊 我这老板也太黑心了吧 但是两包也是可以的吧 反正今天都赚了 哎呀看一下 这一包 哇塞 是一张USR的盖尔满威尔型耶 双签 可以可以呀 只有两包 如果这两包都来USR签名卡 那 已经赚到了呀 这也是一张USR的特曼加 白金卡 复合形态 还行还行 那最后呢 咱们就来拆这一盒双十一吧 这我也好久好久都没有穿双十一礼盒了呀 现在心情很激动呢 咱们打开吧 咦 不对啊 咦 这是啥东西啊 元神 之前我也买过一盒元神的呀 不像这个老板这里也有元神呀 我的天哪 这双洗礼盒里面居然是个元神 但这个元神的卡也要两三百块钱的吧 感觉也是感觉挺值的吧 没事 这个元神我还没拆过呢 那今天就把这个元神拆掉吧 把这个薄膜撕掉 哇这个薄膜还得很硬啊 把它弄开 来看一下 这里面是什么东东 这怎么拆的 这是个盒子吗 抽出来 哇塞 这里面是独立的烤包耶 阿姆多 咱们直接开拆吧 先来第一包 这 哇 一张CP 一张SSR 一张SSR 哇塞 这个元神的卡片 小伙伴们 你们看一下 看一下它有多厚 哇 这个去了 来咱继续 再拆一包 看一下这一包 一张UR 一张SSR 一张SSR 这每包里面都是好卡呀 咱们再拆一包 看一下 这个卡片是真的厚呀 每一包就三张 我的天 UR SSR SSR 我的天哪 再来一包 看一下 这一包 一张UR 一张SSR 一张SSR 刚刚我拆了几包这个元神的卡片 这个呢也是有很多小伙伴们想看我拆的 没想到这个卡是真的厚呀 我的天哪 而且每一包呢感觉都是出的是好卡的 都是SSR的UR的 还出了一张CP卡 而且这个卡片呢是真的厚呀 这个一个卡的话可以抵奥特曼的四五张那么厚了吧 我的天哪 那我今天呢也不一次性全部拆完吧 留着以后再慢慢拆吧 很多小伙伴呢不是说我小气嘛 那我弟他们今天刚好也放假了星期天 我就拿个几包 一人给他们拿个两包过去吧 拿个四包 让他们也过过瘾吧 来给你们两个人一人两包 这个是元神的卡包 哇 那今天去玩奥特曼卡包到封中的奥特曼卡包呢 也是拆出了两张不错的卡片哦 一张带奥特曼威尔形的USR双清明 还有一张LGR的永文才奥特定加 可以可以 两张都是比较帅的 都是我比较喜欢的 之前呢我也说过 我每个星期呢都会给你们更新一期奥特曼卡片的游戏 你们想看我去玩什么样的游戏 也可以在评论前面留言评论哦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吧 喜欢我的新影片为我点播关注赞加赞哦 我是蒙姆又斯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